明根本知其实相理 得差别知知中生机 这极乐世界的菩萨 他两种智慧都得到了 得根本知其理 祝福所说之理 祝福设相之理 他明白了 这是明显与见显 得差别知 差别知也叫厚得知 对根本来讲 根本厚得 也就是根本知的起作用 就是差别知 无所不知 知中生机 故所说之乏了 深入一味 你学习尖叫 越学越有味道 古达德说了一句话 世卫 世间的味道 哪有法味浓 法味 如果不能超过世卫 这个世卫是人间天上 超过它 谁肯说佛 那么现在学佛同学很多 你们有没有尝到法味 没尝到 为什么 尝到之后 你们的心形就大大的改变了 会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会像那些祖师大德一样 外面看起来 好像是都吃苦 清苦 里面的快乐 无边 智慧 健康 幸福 快乐 你通通 得到 这些 与 平复 贵 没有 关系 所以 深入 不意味 他对于这个世间的一切 能放下 坦坦 事 为什么呢 他所得的路 超过世间 太多 太殊胜了 啊 切礼 切姬 普令文者 若欲 一礼 深得法味 皆得 堵土 顾远 做主 有钱 这几句话 很重要 啊 这几句话 说什么意思 教训 真实的利益 啊 确确实实 能令文者 听见的人 学佛的人 对于 诸法 十下 万物的 一礼 明白了 觉悟了 啊 这才 深得 法味 啊 所以 尝到 法味了 尝到 法味 满心的 欢喜 中国古人 常常说 孔淫之乐 对世界法 孔子的快乐 淫灰的快乐 他快乐什么 孔子当年在世 他的家庭环境是贫寒 清寒之家 不是小康 那淫灰呢 淫灰可以说是清寒到了底下 物质生活太苦了 吃饭 饭碗都没有啊 喝水 茶杯都没有啊 吃饭 用竹子 编一个楼 来盛饭 喝水 葫芦瓦 葫芦瓢啊 但是 瓢也 过那样的生活 啊 孔子学生当中 最快乐的 就是宴会 啊 夫子赞叹他 他快乐什么 深得 法味 啊 古圣先贤留下来的典籍 在那个时候不是太多啊 但是那个分量是够他学的了 啊 从三皇五帝 啊 到孔子那个时候 这一段时间 差不多也是 两千年了 啊 从福西 神浓 到孔子 差不多两千年 年轻年留下来的典籍 啊 你好好就学他 其微无穷啊 啊 啊 能理 道德 英国 跟圣衣先贤的 修学的 心得 啊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五金 上古时代 时代相传 到孔子 才真正有文字 记载 流传给 后世 如果学佛 没有得到法味 换句话说 我们没有得到 在佛法里面 没有学到东西 学到东西 哪有不快乐 学到东西 就像吃饭一样 你每一天 一定要学到 决定不会实力 愚霸不能 欢喜学习 也非常欢喜 跟大家一同分享 在分享这个过程当中 肯定对自己的境界 有相当程度的提升 越来越接近神仙 学佛呢 越来越接近佛菩萨 他怎么会无快乐呢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没有把握 真有把握 为什么真有把握 至少我们有四同 心同福 愿同福 得同福 行同福 只要有这四个同 跟佛相同 你能不往生吗 并法界虚空界 你到哪里去 你肯定到极乐世界 你的方向目标 非常纯正 信心坚定 绝不会 你的改变 这个时间再苦 时间短暂了 还不能忍受吗 自然能忍受啊 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无比殊胜的一个修学环境 到哪里去 保证你成就 成佛啊